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墨尔本的西南区,Traglina 之前也给大家拍过这边的房子 那今天这一套独栋别墅house非常的特别 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因为它的占地面积挺大的 有497平米,以西南区来讲非常大了 房子位置也不错,旁边就是有立地与花园 走路的话三四分钟就能到 周边交通也算方便,离威廉斯兰地火车站也挺近的 开车的话差不多六七分钟吧 房子的话呢,除了占地面积大,室内面积也不小 有200来平米,而且呢,它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点啊 就是它的客厅非常的大 另外呢,它厨房是独立的有一间房间的 这一点呢,比较符合我们华人的审美 下面话不多说,就去看一下房子具体的情况 这边就是小区的绿地花园啊 大家看这个面积还是挺大的 溜狗啊,然后散步都没有问题啊 里面的话是有健身器材 我就不停下来拍了啊 就这样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OK,我们已经到了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呢,是有节能的太阳能板的 一会儿到里面呢,还能看到后院有一个大大的水箱啊 所以是相当节能的一个房子 我们来看一下房子啊,它是有电子门铃的 然后用的是这个电子的三星密码锁 进来的话呢,右手边有一个橱柜啊 房子是建于2011年 所以房龄的话呢,是12、3年左右 这边进来的左手边是一间主卧 我们看这套房子的采光非常好 而且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层高也是比较高的 房屋的屋矿呢,属于是中等水平嘛 因为之前呢,是用于自住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屋矿呢 相对来讲,之前住过人嘛 肯定不会特别性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 稍微做点翻新就可以了 我们接着往里走呢 在右边是一个标准的双车库啊 自动的这个门 远伸态的 另外呢,这边是它的其中一间卧室 几间卧室大小都相当不错 而且采光非常的好 四房两位 所以呢,它这边的设计就很巧妙啊 两间卧室呢,大家共同使用这个卫生间 两边都有门,都可以到,很方便 这边呢,我最喜欢这个房子的地方有两处 第一个是大家看这个客厅啊 这个客厅非常的大 以西区的Tragnina,包括周边啊 我拍过很多,对吧 Point Cook,然后那个Williams Landing 还有Wareby,还有这个Hobbs Crossing等等 像这样的,这么大客厅的房子呢 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见的 另外的话呢 它这边啊,比较符合我们华人的一个审美啊 它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厨房 不是那种半开放式的 这一点我非常喜欢 大家看一下,独立的一个厨房啊 而且这边是大公寓的抽油烟机 炉灶烤箱洗碗机,一体成型的 一排的橱柜 这个厨房的面积呢,就有差不多五六平米 足够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在里面操作啊 非常的方便 这边就是门铃的一个对讲机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客厅啊 真的是非常的大,非常的舒适啊 接下来呢,我们先看卧室吧 一会儿再去看外面啊 这边是它的这个暖气啊 冷暖都是有的 其实四间卧室的大小 除了主卧的话呢 每间卧室大小基本上都是比较一致的啊 该有的衣柜啊,什么都有 大小的话呢,都是在十来平米左右 这边呢,还是配有浴缸啊 这一点呢,做的还是非常到位 配有浴缸淋浴房的一个公用卫生间 这边是洗衣房 可以直接到外面去晾上衣服啊 还有一个储存柜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放些杂物的 这个房子的价格跟大家说一下啊 是72到79万的一个价格 因为它地大 它的土地面积497平米 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合理的 这边有一个独立的空调 啊,还有衣柜 接下来呢,我们再到室外去看一下啊 室外呢,也是属于比较好打理的 它都铺了这个砖 啊,都铺好砖了 这边是热水器 这里还有一个葡萄藤架啊 很漂亮 这边是undercover的decking啊 可以在这里放个室外的桌椅 因为本身占地面积比较大啊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 所以呢,这个房子呢 虽然它的这个装修标准 或者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屋矿啊 是多少稍微有点旧啊 这个是毕竟住过人 房龄也有12,3年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呢,稍微做个简单的翻新啊 马上就是完全给人不一样的感觉了 房子的底子是在的,相当不错 好的,那这套房子呢 基本上就给大家拍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最后老样子多说一句 如果您在澳洲墨尔本有一套房 想要最近考虑出售的话 欢迎随时私信和我联系 或者在评论区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见了 拜拜